一起身色洋装 脸上难掩疲惫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 出席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 面对丈夫离世 尤利亚强忍悲痛 透过影片谴责普丁政府 他们现在拆下他的肩 不显示他的母亲 不让他赶紧 不愿意忽然而忽然而忽然 当时会有其他普丁的新闻 监视期画面流出 在纳瓦尼死后大约10小时 疑似运载遗体的车队 从监狱开往太平间 为了接儿子回家 纳瓦尼母亲已经跑了好几次太平间 但都被拒绝进入 纳瓦尼发言人指出 调查人员表示不但不会交出遗体 还预计在两周内 对遗体进行化学检验 纳瓦尼的离世也冲击俄罗斯民间 俄乌战争开打后 镇压力道再上升 许多民众明知可能面临后果 还是选择出门献花 大批警力强制驱赶献花人群 独立人权组织数据显示 有387人遭到逮捕 并将监禁15天 国际社会声援活动不断 纳瓦尼的照片被投影在 各国俄罗斯大使馆外墙上 美国总统拜登则表示 可能加大对俄制裁 国内外集体挨到纳瓦尼 而丈夫李氏似乎也让 优利亚更加坚强 实言继续对抗强权 在你新闻 柳绝鱼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